造价110美元,号称天文学吞噬者,占据NASA整个天文学预算四分之一,相当于多半艘福特级航母,割了24年的歌王之王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。 他是每个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和天文学爱好者的心头肉,研制他碰到了哪些困难,为什么说他是人类工业技术和知识的捷径,他能让我们看到什么? 今天让我们做一次全网最详解,说说这台人类工业和知识皇冠上的明珠。 宇宙诞生之初,随着各种原子粒子冷却下来,氢原子开始聚集,第一颗明亮的恒星诞生了。 它的光穿过广袤无垠的135亿光年空间,最终到达目的地,人造探测器微薄望远镜上。 由于人类的好奇心,更精彩的太空之旅即将开始。 微薄望远镜能让我们第一次详细了解早期宇宙,人类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中诞生的。 制造望远镜所需的技术组合,是目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。 运载火箭,图像处理系统,积电系统,冷却系统,巨型镜片和遮阳翻。 这些不仅是NASA工程师和科学家数十年工作的结晶,也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沉淀知识的结晶。 起飞! 这场NASA耗时二十四年一百亿美元的豪赌,将搭乘欧空局的阿利亚纳五行重型运载火箭发射。 发射地在法属归亚纳。 这是一个位于地球赤道的理想太空港,能为微薄望远镜提供额外的推动力。 微薄望远镜不像哈勃一样运行在五百七十公里的轨道上,它将发射到距地球一百五十万公里的第二拉格朗日点。 拉格朗日点 拉格朗日点又称平洞点是空间中的特殊点,像卫星这样的小物体,可以在该点处相对于两大物体基本保持静止。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,来自两个物体的引力恰好等于物体与引力体一起移动所需的向心力。 这就像太空中的小型停车位一样,可以让卫星使用最少的燃料停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。 太阳和地球之间有五个拉格朗日点,L1点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,可以实现非常稳定的对地球和对太阳的长期观测,是太阳望远镜,地球磁场和太阳风等科研类航天任务的理想位置。 我国的嫦娥五号轨道器,太阳和日球探测器SOHO,深空气候天文台SCOVER和先进成分探测器ACE等任务都运行在这里。 然而,微博望远镜的工作性质,要求它尽可能地避开来自太阳光的干扰。 它是一台红外线望远镜,红外线即是热量,太阳发出的热量会使其传感器完全饱和,从而无法观测遥远的过去。 因此,把它发射到L2点,太阳、地球和月球将保持在相同的位置。 由于L2点的独特物理学特性,望远镜大部分时间位于地球的阴影之中。 遮阳帆 为了正常运行,望远镜的暗面需要再负225摄氏度以下。 如果没有办法阻挡来自太阳和地球的热量,望远镜将在83摄氏度下烧焦,这几乎可以等同于烧开水。 为此,微博望远镜就像乌龟一样背上一个巨大的盾牌。 而制造这样的设备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。 微博望远镜系统工程师麦克·门泽尔说, 我们必须绘制每个热流图,以确保不会让任何热量泄露到冷侧。 热面承受了大约20万瓦功率的阳光,我们只希望其中不到一瓦的能量通过望远镜,其余能量被动冷却。 正如麦克所说,防止热传递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 热传递 热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递。 第一种,传导,从一个原子传递到另一个原子,并相互接触传导,就像空调热量沿着铜管传播一样。 第二种,对流,热量从原子的物理运动中传递。 第三种,辐射,热量通过电磁波传递。 在真空的太空里对流是不可能的,因此只有传导和辐射作为传热的方法。 让我们看看微薄望远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 第一,材料选择。 遮阳帆需要轻便、坚固、抗太阳辐射降解,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尺寸稳定,并具有良好的反射性。 这是一个很长的要求清单。 科学家们选择Captain膜巨仙亚暗博膜作为遮阳帆的主要材料。 它几乎满足所有条件。 薄膜呈黄色透明,相对密度1.39至1.45,有突出的耐高温、耐辐射、耐化学辅蚀和电绝缘性能,可在250至280摄氏度空气中长期使用。 Captain遮阳帆的每一层都非常薄,最外层最厚有0.05毫米,而接下来的四层只有它的一半0.025毫米厚。 Captain本身几乎是透明的,这对于遮阳帆来说是致命的缺陷。 还好Captain可以很容易地涂上其他材料。 每一层遮阳帆的两面都涂有100纳米厚的铝涂层,使其具有良好的反射性。 这种反射特性能有效防止辐射传热,并将辐射反射回太空。 每一层之间存在间隙,吸收的热量不容易通过传导或对流传递。 虽然每层之间是绝缘真空的,但热量仍然可以通过辐射在每一层之间传递。 最外层获得热量并开始发出红外辐射,就像我们通过红外相机看到的那样。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,遮阳帆有一些巧妙的工程设计。 这些层彼此呈一定角度,并从最外层开始面积逐渐变小,以确保每层之间能反射辐射到太空中。 通过五层遮阳帆的不断降温,从而使望远镜组件达到工作温度。 第一层还涂有50纳米厚的特殊硅图层,使其呈现出十分少女的粉红色外观。 使用硅是因为它具有高反射率。 简单地说,材料不会保存热量,它会以热辐射的形式释放出大量吸收的能量,通过航天器的结构传导回太空。 这种高发射率的硅图层应用于第一层和第二层,这两个最热的层,以帮助它们尽快将热量从航天器传回太空, 远离航天器。 遮阳帆选择使用隔热罩能够保持冷热侧之间的巨大热差,但阻挡住热量只是建设微薄望远镜众多挑战中的一项。 这是更大的挑战之一,另外还需要设计一个部署系统来完成复杂可靠的展开。 为了适应阿利亚纳五行火箭的整流罩,在发射之前必须折叠收起遮阳帆。 科学家团队曾经因为一张遮阳帆在展开中破裂,将发射时间推迟了半年。 在太空中部署东西是很困难的。 这五层遮阳帆不仅面积大,达到网球场的大小,还十分轻薄。 就像把几根极细的绳子捋顺很困难,要控制这些几乎不确定的事情,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和大量的反复试验。 打开遮阳帆就像打开折叠的降落伞一样,成功与否只有打开时才知道。 展开过程在发射后的几天开始,离地球不远。 从相对简单的机制开始,部署太阳能电池板和通信天线,那小撕裂能导致撕裂整个遮阳帆。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,防撕裂接凤椅模制到遮阳罩中,这能阻止撕裂并将其限制在遮阳罩的小范围部分内,从而不会影响到整体结构的完整性。 该薄膜还经过精心模制,带有波纹等形状,可根据需要使它变硬成形。 这种被动冷却系统能保证望远镜的暗面免受太阳热量的影响,使其敏感的热检测仪器保持在大约负233摄氏度。 但是,望远镜的重要部件红外传感器需要更冷才能正常工作。 主动冷却器。 它需要七开耳闻,与零开耳闻宇宙的绝对最低温度仅相差7度,为此我们需要主动冷却。 微博望远镜包括了一个创新的低温冷却器。 仅开发这种低温冷却器就面临巨大挑战,耗资1.5亿美元。 它不仅能使微博获得低温,还必须消除震动。 因为望远镜要聚焦数十亿光年外的物体时,望远镜中最微小的运动都会导致图像出现大量模糊。 冷却系统是一个闭环系统,制冷剂被不断重复使用。 我在NASA的网站上找到了对于低温冷却器的解释。 预冷器具有一个两缸水平对质泵,使用脉冲管冷却氦气,脉冲管与除热器进行热交换。 水平对质泵带有平衡活塞,当重量相互平衡时会减少震动,然而其余的解释听起来像是来自科幻小说。 这是对脉管制冷机实际工作的极端简化说明。 脉冲管低温冷却器利用了一种极其简单且精确的物理现象,让微博的红外传感器工作。 脉冲管低温冷却器通过消耗少量电能工作,微博携带的太阳能板的发电功率为2000瓦。 微博的镜片 微博望远镜最吸引人的部分是,由18个六边形镜片组成的6.5米主镜。 它不像我们见过的任何望远镜,镜片主材是镀金的皮。 镜片极其精密,以保证根据需要反射光线。 它们不能弯曲,也不能随着温度变化桥区,而且还需要非常轻巧以降低发射成本。 皮是一种轻质金属,原子量仅为4,比石英玻璃轻得多。 同时它也是一种传统的航空镜面材料,抛光后的反射率达到95%。 最重要的是在低温中,皮能保持形状不收缩。 虽然强度远不及钢,但皮更硬,杨氏膜量为300级帕斯卡。 虽然皮比钢更容易断裂,但在实际断裂之前更难变形,这是皮特有的尺寸稳定性。 按棒计算,皮的硬度是钢的6倍,使其成为微博望远镜片的完美刺表面材料,但它的红外反射远远不及近。 金虽不是可见光的最佳反射器,但它对红外线的反射却无人能及。 还有它非常不活跃,很少和物质发生反应,这能保证镜面持久如新,不会变色失去光泽。 为了反射红外线,科学家们在抛光的皮镜表面图上一层仅为0.1微米的金图层,这大约需要一个48.2颗的金球。 微博的主镜面积达到25平方米,是哈勃镜面积的5.5倍。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镜子? 这就像下雨接雨水一样,如果你想接更多的雨水,就要用口径更大的桶。 越大的镜子收集到的光子越多,看得越远。 所以我们要看到宇宙中最远最暗的天体,需要一个至少6米的光桶,望远镜的定位。 除此之外,微博的镜子是可编程的。 工程师设计了一套能够自行调整焦点的系统。 18个独立镜片中,每一个都可以扭曲并调整。 镜子的隔板背面装配有一个由背板、支柱和电机组成的系统。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调整镜子的旋转,而且通过这些支柱,可以改变镜子的区率来调整镜子的焦点。 一旦完成部署,望远镜将开始校准阶段。 每个反射镜都会自行调整,直到18个镜片都与附镜对齐。 附镜是一个0.74米的凸面镜,有6个电机来调整它的位置。 这些电机的操作会非常精确,可以在光波长的范围内逐步调整它们的位置, 以人类头发大小的万分之一为增量逐渐对齐。 这是一个极其精确的积电系统。 镜片将光线聚焦到光学子系统内的卡塞格林焦点上。 主镜中的黑色凸起和阻挡砸散光进入光圈。 其中还有两面镜子,其中之一是精细转向镜。 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图像稳定工具,它由精细导向系统控制。 精细导向系统锁定在引导星上,其工作适使该星保持在视野中心。 每64毫秒,精细导向系统向姿势控制系统发送信号, 以进行调整确保望远镜保持在目标上。 这种姿态控制是通过6个反作用轮的组合完成的。 这些轮位于望远镜总线内部,隔热罩下方,是极其精细的转向轮。 镜面会不断自我调整,以保证望远镜的目标 在传感器上保持稳定,从而最大限度减少模糊。 微薄望远镜还具有推进器,用于更大范围的位置调整。 燃料为191升锦和95.5升四氧化二氧氧化剂。 这些燃料为散布在望远镜周围的20个不同的火箭推进器提供动力。 总共有8个推进器模块,航天器总线的每个角落两个, 以帮助反作用轮旋转望远镜指向要观测的星辰。 其中,16台发动机仅使用颈,这是一种单组源推进器反应。 颈通过催化剂,引起高度放热反应,将颈分解为氮气、氢气和暗。 其他四个发动机用于控制轨道位置,需要更多功率。 它们将混合颈和四氧化二氮作为燃料。 这种燃料和氧化剂的混合物能发生自然反应,生成氮气和水。 能自然说明它们不需要点火器,彼此互相接触就能点燃。 仅是执行此类长期任务的绝佳选择。 接触及自然,保证了反复点火的可靠性,杜绝了点火器发生故障的可能性。 仅在室温下能长期稳定存放。 这也是选择它作为微薄望远镜火箭燃料的原因之一。 然而,正是因为燃料的原因,微薄望远镜的使用寿命在十年左右。 当燃料耗尽,微薄无法再调整指向或是维护轨道时,它就相当于寿终正寝了。 以人类目前的技术,还无法飞越150万公里为它加油。 然而,NASA在微薄望远镜的设计之初已经设计好了加油接口。 有传言称,NASA正在寻求开发为望远镜加油所需的技术。 如果能在十年内完成,它将是能够为远离地球的航天器加油的机器人。 预计又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技术突破。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太空时代的前沿,詹姆斯微薄望远镜是我们迈向太空之旅的里程碑。 然而,这只是一个能逃离行星引力的物种,短暂时间里的众多里程碑之一。 我们的目光始终坚毅,目标亘古不变,那就是无垠的星辰大海。